嘿 我在發現場 帶來用聲音直擊社會新聞的第一犯罪實況 我是主持安城豐德 農曆七月來了 其實以往我沒什麼感覺 但自從主持了Pocket之後 再發覺農曆七月在真實犯罪節目當中 其實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月份 這一次豐德我也準備了幾個案子 從上個禮拜鬼門都還沒有開 就是用泰山焚屍案來替大家暖個身 而之後我們除了談命案 也會請來幾個相關的來賓 來談談命案現場 以及一階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集的來賓 是大家熟悉的老面孔 是見識專家 私聰散 阿善師 阿善師嗨 豐德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善師 謝松散 是 還有另外一位呢 是台北市新一分局的偵察小隊長蔡暢輝 暢輝哥 豐德兄好 大家好 我是新一分局偵察隊小隊長蔡暢輝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要談的呢 其實是台灣的監視史或者是整個治安史上 相當相當重要的一個命案 許多不可思議的現象呢 讓檢警至今仍然沒有辦法解釋 而沒有凶刀 沒有屍體 在無罪的推定下 一名嫌疑犯可以被定罪嗎 請聽這一集的我在案發現場 2001年6月14號 當時警方接到了一起通報 要來破門的案件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的阿善師 是的 因為我們接獲通報 基本上都是要有當事人報案 那報案呢 但第一時間不是我們直接到達現場 他一定先跟拍手報案 拍手報案以後 然後分局再派外勤跟監視小隊 到達現場 那這個案子原本是這樣的 就是有一個張進華老師 張老師他是留學英國的雙碩士 平常他是一個英文跟一個鋼琴的家教 然後他的家裡面 現場我去了還蠻大的 平常就是有學生 就是到他家裡面學英文跟學鋼琴這樣子 突然有一天學生就要上課找不到老師 然後張老師每一天都固定會跟家人聯絡 突然有一天他就人間蒸發了 因為他有時候會跟朋友也會聯絡 譬如說大家好朋友聚一聚喝個下午茶 突然有一天就人間蒸發了 那蒸發呢 經過幾天之後呢 在新莊有一個他非常要好的一個朋友 異性的朋友 然後他就打電話 因為打了幾天都沒有人接 後來他就聯絡張進華老師的家人 然後就一起到現場去看 因為家人也覺得奇怪 為什麼他都不見了沒有聯絡 然後學生要上課也找不到老師 後來他們就去 去了以後因為門打不開 那個鎖打不開 後來因為請鎖這樣打不開 後來他們就請雲梯車 從窗戶的地方破窗而入 那破窗而入 然後整個現場看起來都還好沒有一些打鬥 一些翻動等等這些跡象 最主要他的外出的鞋子都在 所有的外出鞋子都在 然後後來他們走到主臥房的時候 然後主臥房一進到主臥房的浴室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浴室的地方 少了一些東西 那也多了一些東西 少掉什麼呢 少掉一個浴簾 因為他的浴室就是怕水流出來 所以會有浴簾 浴簾再加上兩條大的浴巾 大的浴巾 還有一些比如說灌洗的一些東西等等 比如洗髮乳 沐浴乳 對 沐浴乳 洗髮乳等等 那些不見了 另外一個多出來一個東西 多出來的東西 一個是電扇 栗扇 請問我們栗扇 就是一個比較低的栗扇 會放在浴室的地面上嗎 這種風扇出現在浴室裡面 好像不太會看到有人這樣放 不是 一般可能會放在馬桶上 或是我們的床頭櫃 因為它比較矮 對 所以要放高一點 才能吹的高一點 但是它是放在地上 因為地上水會漸 漸了以後就會噴到馬達 可能會壞掉 所以一般人是沒有放在那麼低 一般會放在馬桶的水箱上面 或是放在我們的床頭櫃上面 如果要讓浴室可能是吹涼 或者是說吹乾 怕潮濕的話 對 另外多了一瓶水 有一瓶水 也放在裡面 對 那邊水 那水後來新莊的好朋友 就是一個小開 然後跟他家人 一到那個地方 那個小開他就說不對了 除了有東西剛剛講的玉蓮 還有玉金 還有一些洗髮乳不見之外 多了 立扇跟那一瓶水 他說立扇 他說他的印象 立扇是在主臥房的床頭櫃上面 不可能擺在這裡 第二個那一瓶水 他說平常他不會在這裡喝水 他水不就到客廳或是廚房去喝 不會擺一瓶瓶裝水擺在地上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假設 這個地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他們覺得怪怪的 因為人不見了 後來他們仔細看的地方 結果發現了 在一些浴缸洗手台 還有馬桶 因為它的顏色是棗紅色 所以棗紅色有一個特性 如果上面有一些血跡 或是清洗過比較淡的血跡 你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因為顏色被cover過去 所以他們就仔細一看 好像有一些血跡 因此就報案了 有一些血跡就報案了 那報案派出所去了 派出所也覺得怪怪的 再報分局 分局去了 覺得沒有辦法解釋 再報到我們 才報到見識中心來收查辦 見識中心支援 這小時候後面有進到現場去看過 對不對 我們是後來一審判決之前 檢察官還要再去採證 加強證據 所以說那時候我才介入的 是 他是租的嗎 自由的 他自己有的 自己的房子 對 他自己的房子很大 房子很大 小燕長有知道說 他張靖華老師 之前好像有一些交往對象 然後發現說他好像 交往的過程不是很順利 是嗎 這部分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很有錢 真的很有錢 所以說一些人都想去騙他的錢 想方設法想要接近他 接近他騙他的錢 因為他之前交往的男朋友 知道他很有錢 所以根本就不是真的要跟他談愛情 然後準備大家結成連理 就是騙他的錢 而且很多都是欠很多債 最後都要張老師出來解決 後來認識的 這一個就是懷疑是兇手的 理性的嫌犯 他也是透過朋友的介紹 介紹以後認識 但是認識有沒有交往不得而知 所以理性的男友 這個是嫌犯 但是新莊那個小開是平常就跟他蠻要好的 蠻要好的 他們平常就是有一起喝下午茶 吃吃飯等等 當然感情到什麼程度 這我不敢亂說 不敢斷定 對 就是後來疑似嫌犯的理性嫌犯 就是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 但是據了解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往 後來理性嫌犯也因為在大陸做生意 等等有一些債務上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跟之前的男友一樣 想要跟他借錢等等 來彌補他的這些債務的漏洞 不得而知 是 好 那個時候其實警方依照現場的判斷 也通知了欠視中心來了現場 那個時候就是有阿善士 你帶隊過去的 對 對 那時候去的時候 你初步怎麼判斷裡面的狀況 到底勘察了什麼東西 當然一般我們到達現場 我們要了解整個現場的狀況 那現場狀況 當然我們也聽取一些案情 案情我們一看 鞋子他們講外出鞋都在 另外他學生 他平常教書很認真 風品很好 所以很多學生 就是家長學生都會找他 所以他不是說會曠課的 隨便就是缺課的 所以他是教學很認真的 那我們就判斷說 他的失蹤一定非同小可 一般的失蹤有的是敲家的 有的是逃學 有的是為了躲家暴躲债 他沒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這個我們一般列為異常失蹤 那時候我就覺得怪怪的 第二個他們會報案 也是因為發現有一些紅色的這種班機 浴室裡面 那個藻紅色的這些衛衣設備 發現有一些紅色怪怪的 我們一測試它是血跡 而且這個血跡不是只有一處 因為它清洗過了 那清洗過以後 我們也做一個推論 那你那個電扇幹嘛 就可能是吹乾 或是在作案的時候熱 那一瓶水幹嘛 可能就是要喝 當然這些我們都有做採證 只是並沒有採到有效的急診 不過這個案子我們就覺得 絕對不是一般的失蹤 而且這個血是每一個角落都有 不是說我們一般 就是假設殺人 那血會流 流了很多地方 但是它有清洗過 然後是很多的角落 總共找到107處的血跡 而且很多的血跡都是血水 不是濃的血跡 當然又找到濃的血跡 有一些就是清洗過的 這種血水的痕跡 到處都有 這怎麼判斷的出來 因為你做測試 每一個角落我們都用棉棒 去轉移 有時候你肉眼看不出來 可是一轉移用藥劑 那個藥劑都很靈敏 一檢測知道這裡有血 我們就標住 標了107處的血 可是這個血 當然剛剛講的 那個玉簾不見了 玉金不見了 我們也做了一個假設 這個玉簾玉金為什麼不見 很可能就是包裹 知道吧 不管屍體或屍塊 包裹 丟了被殺了 而且這個血到處都有 但是你沒有辦法證明的一點是 這個血量 因為很少它清洗過 沒有辦法證明說 人被殺了 到底流多少血 張老師死了 這是兩點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只是這整個 歷史的地方 就是很奇怪 這不只是在浴缸周圍而已 每一個角落 一個縫等等 還有門的下緣 都有 表示整個方 整個玉石都有血 全部都是血 清洗過 所以你能解釋什麼 只是很怪怪的 所以我們當時的機會 如果只有到這裡 這個案子也辦不下去 是 他可以說他受傷 他自己受傷 我怎麼會知道 可能是受傷 自己流的血 然後反正這個血 怎麼樣去解釋 都可以解釋得通 對 但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好像還有採集到 其他的急診 是嗎 在浴室的地方 基本上是沒有 就是找了很多一些血跡 對 那我們是在主臥房的地方 主臥房的地方 因為我們全面採證 包括他的床鋪上 地面上 還有客廳 基本上我們就以 重大刑案的方式 全面採證 指紋 腳印等等 結果後來我們就 在主臥房的地方 發現有一個很明顯的腳印 當時這個腳印 也比對他相關的一些朋友 都不是他們的腳印 所以其實我們在現場裡面 就有踩到這個腳印 但是不知道是誰的 是一個很清楚的腳印嗎 對 一個 好 但是我們就先把它保留下來 它是在靠近哪邊的位置 是在浴室外面嗎 還是在 在浴室門口 在浴室門口 就是有一個腳印 當然 在床鋪上等等這些 基本上我們也都踩了 那踩了也沒有踩到有效的東西 比如說毛髮 對 其實我們還是以重大命案 全部踩 但是有一部分 有一些都過濾掉了 了解 因為當時警方 一直認為說這個案子 是異常的失蹤 而且不是竊盜殺人 也不是怎麼樣 應該是熟人所為 所以就找所有的人 第一個清查 你那時候的行蹤 第二個比對相關的急診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偵查作為 了解 那時候有看到他的大門是沒有被 都好好的沒有被破壞 沒有被破壞過 對 所以可能依照通常常理來判斷的話 應該是熟人熟為 熟人熟為 因為知道熟人 所以說開門讓他進來 是怎樣 我們後來器材 這房間不會說很雜亂 衣服整個都放得真正奇奇的 客廳也都是很乾淨 地板也都是很乾淨 然後包含主臥房的地方 張敬華的臥室 也沒有翻動等等 就剛剛講浴室的地方 那些增加或不見的東西 至於張敬華他的交往 據我事後瞭解 事後瞭解他就是可能有一些 是不是婚友事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有交往到一個姓李的 這樣的一個朋友 那因為當時警方是用熟人 所為這樣的方向來偵探 所以不是針對姓李的 包含新莊的小開 包含等等這些其他的 他交往的事情 那怎麼樣查呢 就是從他的手機通聯 還有相關的電話 筆記本電腦等等 這些全部都查 全部都查 每一個都去問 你當時在哪裡 你跟他什麼關係 最後見面等 一定要這樣做 是全面的清查 包括學生的家長也都清查過 學生的家長也要清查 是 不是針對新莊小開或是姓李的 了解 所以當時還有透過房間裡面的傳真機 傳輸資料 還有跟通聯記錄 其實當時最後鎖定張建華老師 最後接觸的男子叫做李政衛 也是他通聯記錄 他最後撥打的電話 也是撥給李政衛 也就是在6月14號當天上午 曾經有打電話給他過 警方也初步有了解了 李政衛其實是在一個在中國大陸那邊 開皮革工廠的一個台商 大概兩年多前左右透過朋友介紹 來認識了張建華 警方也準備來對李政衛來進行一些調查 發現說他其實之前 因為公司的業績下滑 然後陸續好像有一些欠債的一些狀況 然後就希望說 可能就通知他來到警局 來做一下筆錄 來釐釁一下 到底有沒有跟他有關係 但沒想到要通知他來的時候 就有發生了一些狀況是不是 是的 也是偵查的部分 但是事後因為我們 見識要結合偵查的資訊 據我所了解 他就是大安分局偵查隊 有通知他幾次 他也很爽 說我要來 結果幾次都沒有來 最後一次沒有來 也約好了沒有來 警察就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結果打電話也沒有人接 到他家裡面去找 也沒有找到人 最後想說這個人會不會落跑了 對不對 結果一查 他真的約好的當天早上 一早的飛機 就飛大陸 飛大陸就是 去處理他工廠的事情 結果人就不見了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此地無銀三百兩 約好的 你爽朗的答應 又沒有來 這一定有鬼 對 可是你不能說人跑了 你就辦不下去了 其他的偵查作為 還是繼續的下去 警方有去確認他的一些存款的記錄 是不是 然後有發現說他的存款被盜領 存款有被盜領 那時候深入追查之後 發現的到底是怎麼樣子 你們怎麼樣去查的 因為我們會先調他所有的帳戶資料 然後清查之後看14號以後 有沒有人有沒有提領的記錄 對 那有提領的記錄 就掉他的監視影像 那影像發現是李賢的妹妹 所為 李正衛的妹妹 對 他去領了他的一個存款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這邊有查到說 老師他的支票 他好像有個支票也有被 有被比如說提領 或者是兌現有這樣的狀況嗎 好像支票也有去搭線 有去搭線嗎 對 因為他掉了什麼東西 當時警方會查 對 所以支票有去搭線 然後提款卡 就是提款的是李正衛的妹妹 結果張老師的信用卡 是李正衛本人在刷卡消費 因為人不見了 那我們想說會不會躲起來 因為有些情感的問題 還是一些債務的問題 還是怎麼躲起來 人還活著 對 或者他要十一住行 對 所以除了朋友的清查之外 財務是警方在偵查 必然一定會查的 結果發現失蹤了 那個禮拜 他還有在提款 支票還有在搭線 那人到底死了沒有 所以才查出來說 提款的就是他妹妹 支票搭線的 跟信用卡消費的 就是李正衛 OK 那時候警方也有對 這個李正衛來做一些調查 後來發現說 其實李正衛是在案發前的兩年 透過張靜華老師的一個 黃姓的好朋友 來介紹認識的 不過當時兩個人 並沒有進一步來往 那大概在案發前半個月 那這個李正衛突然很密集的 來聯繫張靜華老師 那為了這件事情 張靜華老師還跟他的這個 智友說 這個李正衛好像要追我 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也讓警方覺得說 這個密集的一個聯絡 也覺得不太對勁 怎麼突然在案發前 大概半個月就一個密集的聯絡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後來警方還有清查他的 手機基地台的記錄 發現李正衛的基地台 其實有一段時間 在6月14號 也就是張老師 最後10年前的這段時間 停留在台北市的大安區 也就是張靜華老師的住處附近 有這樣的狀況 後來好像李正衛的基地台訊號 還有在做移動 有這樣的狀況嗎 對的 這也是根據他們偵查給我的資訊 就是李正衛 他是住在當時的台北縣 永和區的地方 對 所以發現他大概11點鐘左右 他的手機位移 就位移到大安區 張靜華老師住處的風潮 而且一直到晚上7點多的時候 結果7點多 你看11點一直到晚上7點 很長的時間 很長一段時間 結果7點以後 沒多久 他的手機又開始位移 位移就是從大安區 上了建國南北路 然後到了北一高 往北走 從基隆 然後基隆交流道下去 然後北海岸 金山 就是北海岸那個地方 繞了一圈 這又停在金山的位置嗎 對 有金山 然後在萬里那個地方 就是北海岸那個地方 繞了一圈 到凌晨一點多 才回到他住的地方 所以這個過程 為什麼你在等於是深夜的時候 你會這樣移動 而且你從11點到晚上7點 是呆在 很有可能是呆在張老師的家裡面 你在幹嘛 因為張老師失蹤了 這個聽起來相當可疑 李正雯因為跑到大陸去了 約好的當天 又沒來問訊 就跑掉了 當然他也曝露他的一個嫌疑性 人跑了 你也不能到大陸去追人 所以就想說 對 他妹妹有去提款 就去找他妹妹來問 結果他妹妹真的也 因為警方就發一個通知書 就是談話通知書 妹妹真的也到分局來了 分局來的時候 警方在問話的時候 就問他兩點 第一點是說 因為小隊長有講 他們就會調當時提款 或是刷卡的相關的影像 對不對 就看到一個女孩子 就是李正雯的妹妹 所以警方第一個問題 就問他說這個影像 這個女孩子是不是你 當然李正雯的妹妹就說 是 好 是你 那為什麼不是你的鐵款卡 那你會拿的張老師的鐵款卡去 去領錢 他說哥哥叫我領的 而且領錢可能要一些密碼等等 對不對 那哥哥也告訴我 就是可能是一個金錢往來 所以妹妹後來 妹妹我們認為也 她應該不知情 然後第二個問題 因為我們當時就覺得說 遇事怪怪的 張老師不見了 對 我們就用最高等級 等於是最壞的一個打算 張老師被殺了 或是分屍了 那實體在哪裡 因為她半夜就從大概 大概11 晚上大概11點12點到1點 她有就是見過南北路 北宜高一直往基隆 北海岸這個地方繞了一圈 做一個假設 她去幹嘛 有可能是去氣屍了 去屍 那氣屍一看她的動線 還有她的時距 就是時間還有加上距離 一算 應該是用汽車 所以後來警方就查 她有沒有名下的汽車 結果後來一查 她名下是有車輛 可是這車輛事後去看 沒有一些特別的激震 結果也問她妹妹 就是問她妹妹 你哥哥平常有什麼車輛 她說她名下有一部箱形車 箱形車比較舊 後來這個我們事後有去看 鄉形車沒有找到一些可疑的激震 沒什麼在開了 對沒有什麼 因為她是送貨用的 妹妹突然又冒出一句話 哥哥在從大陸回到台灣的時候 都是開我的車 警察眼睛一亮開你的車 你的車在哪裡 因為她車是登記在妹妹 就不是李政衛本人 警察就問她說 那你 你的車在哪裡 他說哥哥到大陸 車子就還給我 你的車在哪裡 他說哥哥到大陸 車子就還給我 後來我就開我的車 來大安分局問話 做筆錄 對做筆錄 應訊 警方說那你的車在哪裡 我就停在分局旁邊的停車格的地方 收費停車格 警察眼睛一亮說 那你車能不能借我們看一下 不算是一個正式的 要去把它扣來查看 但是你借看 其實這個就已經牽涉到 法律的問題 偵查手段 法律程序 你要看 其實你看了就有一點類似 要勘查或搜索的動作 對啊 那你搜索的動作 你要從開車門等等 都要合法 所以從那個時候 警方當然講得很客氣 你借我們看一下 他同意的話就可以了 所以後來妹妹說 好就把車子開到地下停車場 這個時候警方就找我們了 就找我們過去了 所以看那一部車的時候 我也在查 結果那時候我就驚覺到 這部車就像住宅一樣 你要開車門 你不能自己開車門 你如果經過他的同意 不然你要有收索票 對 或是有一個叫鑑定許可書 才可以開車門 開始找車內的東西 當然你外表看一看 這個還好 外表看一看 不需要收索票 可是你要採證 你要採到裡面的東西 那個就牽涉到法律的問題 還好 當時因為要緊急申請收索票 來不及了 後來有經過妹妹的同意 妹妹首肯了 然後還要簽句同意書 還要製作筆錄 所有的程序都完備了 然後也請妹妹在旁邊看 本來分局要請她上去問話 我說不可以 因為這個過程 萬一我們找到重要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請妹妹在場確認 不然她到時候會栽贓 會認為是我們自己故意弄上去 這個有很多才正很稀有的地方 對 所以還好這個程序我們有做 當時因為妹妹同意了 妹妹也前程捐看 因為那時候我在場 那我帶著團隊 就從開門那一桑 所有的程序都完備 而且架設攝錄影機 全程攝錄影 結果你知道嗎 找到什麼 在司機座 因為他司機座有一個椅墊 椅墊是竹邊的 就是竹子一塊一塊的 竹子一塊一塊的椅墊 對椅墊竹邊的 對 表面已經看不到血跡了 結果椅墊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包含 副駕駛座 就是副駕駛座 前面不是有一個置物箱嗎 置物箱的東西全部拿出來 還有排檔桿 旁邊的一些小的放東西的地方 所有的東西通通拿出來 拿出來全面的一檢視 發現 駕駛座椅墊表面已經看不到血了 可是我們發現椅墊它是黑色的 請問黑色上 你磨上一血跡你看得到嗎 看不太清楚 因為它是黑色會把血給蓋過去 結果我們把它拿起來以後 椅墊底下 發現有一塊血斑 當然在司機座 那個黑色的椅墊上 也找到同樣相對應的位置 也找到血跡 而且那個血還不少 剩下 有一塊 一大塊的這個血斑 那後座 我們也同樣的做 後座也有兩個竹邊的椅墊 兩塊 那椅墊 我們把它也是整個全面的拿起來看 結果在椅墊的 也是一樣底下的地方 那個血就比較小 比較小 但也有 對也有 但是司機座的比較多 好 請問我們的機會 如果只有到司機座底下的血跡 跟後座 比較小的血跡 請問能證明什麼 能證明張建華老師被殺害了嗎 這個是 而且這個血殺害了 而且他的車子 是要去棄屍的嗎 沒有辦法 稍嫌困難 都很困難 後來我們當然全面做 這個案子其實最關鍵的 是在後行李箱 後行李箱有沒有一個輪胎 有一個 就是他們等於是廢棄的輪胎 還有遮陽板 還有蠻多早午的 結果我們一檢測 後行李箱還蠻 大概有五六處 比較大塊的這些血跡 其中有一塊血跡 比較量比較多 從遮陽板開始滲透 下去滲透到溶布殿 溶布殿也會吸血 吸飽了 往下滲就是甘蔗板 因為甘蔗板底下就是備胎 等於是說勘驗完之後 你們研判有可能 張建華老師的屍體 可能是放在後行李箱嗎 當然有可能 但是你剛剛講 如果說只有前座跟後座 那個其實要合理化要隨便掰 找一個躺賽的理由 是ok的 可是最重要是後行李箱 滲得那麼深 而且血 就是說沒有那麼多的血 有大概五六處 那一塊有一個血跡 比較大的那個血跡 滲透的那個血跡 是一塊比較大的 當時法官也有問我們這個問題 他問我說 請問後面這個血跡 血跡可以證明 張老師死了嗎 我說我不知道 這是屍體流出來的血嗎 我說我也不知道 意思就是說 張老師是放在後面棄屍嗎 我說我不知道 沒辦法確定 沒辦法確定 但是我說這個血跡 因為我本身是研究血跡形態的 這個血跡是慢慢滴流 滲透滴流 各位知道熔布殿會吸血 那這兩板吸的血比較少 熔布殿會吸大量的血 還有甘蔗版 還有甘蔗版也會吸血 那個血算起來有大概有十幾星星 但是它不是倒的 它不是一下倒的 它是慢慢滴 慢慢滴 你看那個形態 滴流狀的血 那問題是 我沒有辦法證明 他是從活的人 受傷的人 還是死的屍體 丟出來的 滴出來的 或者是說張老師已經死了 這個動作 李政衛殺了他要棄屍 這個我都沒有辦法去證明 但是最後這個法官 當然最後李政衛有回來 他跑到大陸之後 有一陣子有回來 回來以後 就被分局傳喚 就移送 就一支案件 就進入到訴訟的階段 結果他這個滴流狀的血 他沒有辦法合理的解釋 我也請問各位聽眾朋友 你可以幫他找一個理由 說這個血為什麼會慢慢滴 最主要是在後行李箱 這是他的走門 沒辦法解釋的 對 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血跡 最後我們做了相關的親子鑑定 然後發現說 這個也確實是張建華老師的血 DNA是相符的就對了 後行李箱的血 還有司機座後座 還有浴室的這些血 通通都是張建華老師的血 但是血量沒有辦法證明他死了 因為我們學見識的 死了要有一定 大概上百cc的血量 才有辦法確定 但是這個案子主要是血跡形態 像浴室的血跡形態 為什麼到處幾乎整個房 整個浴室都有 那車的血跡形態 為什麼後行李箱 這個血是滴流狀的 到最後李政衛從大陸回來的時候 警方找他來談話 一直到移送到地檢署 然後起訴整個過程 你要解釋 包含警察 檢察官 法官 請你解釋 為什麼浴室的血 還有後行李箱的血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血跡形態 那個車子是你妹妹的 妹妹說 哥哥跟我借的 好這一部分 我們他之後怎麼講 我們晚點來談 其實那個時候 這輛車子 李箱衛的妹妹 她所提供給你們建設的這台車子 就先停在了大安分區的 地下的停車場 因為可能短時間內 先沒辦法還給她妹妹 因為可能之後 還有再勘驗的需求 對 但沒想到停在那邊的時候 好像就有發生了一些一連串的怪事 那時候是怎麼樣的 昌輝哥 見識完之後 晚上 很多同事跟公友 只要經過那邊 就會看到 車子裡面坐了一個女生 坐一個女生 那後車廂 有時候就會自己打開關上 打開關上 是後車廂會自己打開 對 自己打開關上 打開關上 然後 然後就看到 一個女生 在車子裡面 哭泣 大家看了都很害怕 常常就有人看見 然後就反應說 趕快把車子 看要怎麼處理 趕快移走 所以不只是一個人看到而已 不只 而且大家描述的情況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而且還有記者有看到 也記者也有看到 對 因為記者常常會跑偵查隊 晚上回去的時候 他也有看到 也是不相信說 哪有可能 結果真的被他看見 還是你們那邊的停車場 真的很可怕 你們 只有那部車而已 而且只有晚上 只有晚上會發現這樣的狀況 你有看到過嗎 沒有 因為我已經掉走了 那個時候已經掉走了 是不是 其實那個時候 所有的證據 都指向李正衛 但他因為躲在大陸 感覺也沒有要回來 他就這樣過了三個月 在警方束手無策的時候 就只能先把 知情有限的 李正衛的妹妹 先把他移送法辦 後來透過李正衛的妹妹 來傳話 告訴他的哥哥說 這個案子要結案了 因為也找不到屍體 可能李正衛覺得說 事情過了那麼久 加上他自己 當初在整個策劃的時候 也覺得自己天衣無縫 所以他也就自己 在策動下也自己回來 想說要來把這個案子結掉了 他當初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已經是禁管人口 進來的時候 航警局打電話跟我們說 這個人已經到了 請我們趕快去接回來 剛好這通電話是我接的 剛好是你接的 因為當初 我們也不知道 這到底什麼案子 這些案子都是機密的 我們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誰發的公文 後來知道 發公文的也都已經掉走了 所以說經過4個小時之後 因為儘管是4個小時 我們沒有去帶 那航警局就把人放走了 放走了之後 隔天他就帶律師到分局來 他就自己來了 自己來的 他是帶律師到分局來的 這樣子 所以你那時候還來不及去機場 去帶他就對了 因為我們不曉得 這案子偵辦的人 那時候已經都掉走了 人都掉動了 他們接手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那時候 還不是我們接手的 這樣子 是 可能是專案人員 都有一些輪調就對了 了解 有沒有想到 李正衛竟然很有自信 還帶著律師就自己來了 是 那這個時候 因為他認為 他做了天衣服縫 沒辦法把他怎樣 所以說他就主動帶了律師過來 那徵訊過程當然 他就很有自信 其實到今天為止 他吃口否認 可是我剛剛講到 像後勤李箱 那些像雪姬 還有最主要是 他為什麼晚上的時候 會到北海岸繞了一圈 當然他有解釋 他有解釋說 以前有一個當兵的同袍 結果他就跟警方講 我當時是要去拜訪那個朋友 突然就是晚上 尤其是已經近深夜了 你突然要去拜訪一個朋友 平常也不聯絡的 後來警方當然也去問了那個朋友 朋友說 好像有這麼一個人 但平常沒有聯絡 沒有什麼交情 那那天有去找他嗎 對啊 那也沒有去找他 那後來警方再回來 回來再問李正衛 李正衛說 他說我到他家門口 覺得準備要按電鈴 可是發現實在太晚了 會不會干擾到人家 所以他就放棄了 他滿懷失念的就離開了 請問這樣的解釋 你覺得合理嗎 很難合理 其實當時警方還有在拿著 那個張靜華的提款卡跟這些信用卡的倒刷的一些記錄 就有問李正衛 那李正衛也說 其實因為自己有在大陸開一些換匯公司 其實是張靜華他要投資 所以才提供給他使用 但是警方就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之前張靜華有兩段感情 那這兩段 錢都被騙 對 就兩段感情都被騙 就是也都是幫對方還債 所以他其實 鄧氏他的親友就有說到說 他其實不太 不太會願意在感情裡面去談到錢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李正衛的這個說法 警方認為這個說法明顯是不太合理的這樣子 除此之外 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警方除了在浴室裡面有驗出血跡反應之外 還有在浴室的門口踩到一枚 滿清楚的一個腳掌紋 後來有比對出什麼東西來嗎 對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浴室門口找到一個腳掌紋 後來腳掌紋 因為比其他的朋友通通比不到 結果李正衛到案之後就拓印他的腳掌印 一來一比 赫然發現就是他的腳印 而且是在浴室門口 就是那個有血跡的浴室門口 剛開始警方問他 你跟張老師什麼關係 他說就是認識的朋友 認識的朋友 你的腳印跟會跑到主臥房的地方 一般的朋友頂多在客廳喝喝茶聊聊天 你會跑到人家的內室 那個關係非一種小殼 結果因為腳印一比出來是他的時候 他又改口了 他說有一次張建華老師在主臥房 他有一個就是體重計 結果他有時候就是體重計 他就故意站上去 然後發覺好像體重加重了 然後就跟李正衛講 我最近好像吃太好了 對不對 然後體重又加重了 你來幫我看一下 結果李正衛他就說 好那我過來看一下 所以他在解釋 為什麼他的腳印會在門口出現 但是這一段 因為張老師不見了 所以這一段也沒有辦法去查證 最主要是後行李箱的血 對不對 後行李箱的血 你怎麼解釋 低瘤狀的血 低瘤狀的血 當然提關卡等等 他說他要投資 甚至於他有講他欠我錢 後來辦案人員說 好那你提關卡 這個還有信用卡 你用完了是不是要還給人家 對啊 你怎麼還 你以為沒有還 對不對 你至少要還 那你找不到人 你也要感覺到說 好像有緊張 為什麼有投資關係等等 用了你的信用卡 提關卡 我找不到人還 為什麼你就一直放在你身邊 就變成這樣 他怎麼說 他就沒有辦法解釋 包含血跡等等 他就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他只要到關鍵的地方 我剛剛講的 包含北海岸這一段 關鍵的地方 他就找一個 隨便找個理由 呼嚨唐賽 但是很多沒有辦法解釋的 他就說我不知道 就這樣子 其實那個時候 他堅稱他自己沒有說謊 但檢警認為 他的涉案程度實在是太高了 就像關鍵的這些事證 他都沒辦法解釋得通 因此也依照這個殺人罪嫌 將他給起訴了 但這個案件沒有屍體 沒有凶器 沒有被告人自 沒有被害人自白 也沒有募集證人 在過往的台灣司法史上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證據的力道 就可以判刑的案件 要定罪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當時法院也把這個宣判日期延後 就是希望說可以早一點找到 張敬華老師他的屍體 方便來定罪 其實後續案件也進入了審理 當時法官也有特地傳了阿善師去 然後也有請你 有問了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問你說到底殺人 有 他其實就是想跟你確認說 到底有沒有死 對 你這次老師到底死了沒 對 他要從我嘴巴裡面講出來說 後面可能是屍體流出來的血 但是我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他那個血量不足 那張敬華就是他死了沒有 這是個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 第二個 李正偉有殺了他 有殺了他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回答 所以最主要是後行李下 那個血是滴流狀 我們磨靈過 我們也兵棋推演過 李正偉他沒有辦法 去解釋那個滴流狀的血跡 結果最後怎麼樣 他就把這個責任就推給我們 說我們這是警察害我 警察去栽贓的 栽贓 就是把血弄上去了 這不是他弄的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警察栽贓 還好我剛剛不是 跟各位聽眾朋友講過了 從開始開這個車門 妹妹同意了 而且簽去同意書 然後製作筆錄 這個就完成合法的程序 第二個 妹妹 她在整個我們採證的過程 妹妹站在旁邊看 而且久了看累了 我們請她椅子上坐 而且全程錄影 所以完整性沒有問題 而且看到有可疑的東西 可疑的扳機 我們還沒有採 就請妹妹先來確認 因為車子是妹妹 她有主導權 所以發現可疑的扳機 就告訴妹妹 你來確認這個扳機 不是我們栽贓的 是還沒有採 我們就發現 我們要編號 我們要採證 整個採完了 大概採了上百樣左右 的一些可疑的扳機 包含可疑毛髮等等這些 我們還做一個清單 證物清單 清單 假設一百多樣 每一個都列得很清楚 在哪裡採 編號一號二號三號 一直到一百多號 把這個清單 由妹妹當場簽證 簽完證以後 印了一份給妹妹 印了一份我們 自己留檔 留檔當作券裡面 所以所有的證物 是經過妹妹 還沒有採之前 妹妹確認 採證完以後 證物代也妹妹簽證 然後整個證物清單 總清這妹妹也在確認過 所以警方怎麼樣 可能是多一樣少一樣 因為妹妹印了一份 我們也印了一份 最重要的是張老師不見了 我們到哪裡去找他的血 來塞你的事 所以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說 法官問我說 張老師死了沒有 以及李正偉沒有殺 這一塊是我們見識 沒有辦法回答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解釋 後行李箱血跡形態 這個拼圖的缺塊 是法官的新證 自由新證 來補足這一塊 對 雖然這一個案件 沒有相關的 找不到屍體 找不到兇器 然後也沒有相關的 一些募集證人 但是因為這些旁證的 一些堆積 有串成一個證據鏈 對 串成一個證據鏈 他一審的時候 在上法官補足了他的新證 所以就判了 這個李正偉無期徒刑 沒想到他後來就講說 他是警方要去把罪推在他身上 他是說是被誣賴的 沒想到反而引起了 法官在二審的時候 加重他的刑度 不但沒有減刑 還改判到了死刑 對 那經過上訴之後 最後最高法院發揮更審 那法官考量說 他可能在潛逃出境之後 因為妹妹的親情的關係 然後他的召喚 然後還願意回來台灣 接受這個偵訊 可見他的良知未明 是還有良知的意思 所以最後還是維持一審判決 然後來判他無期徒刑 那持奪公權終身 李正偉的妹妹 則被認為說 應該是不知情的 所以最後來判無罪 當然這個也是我辦過第一件 真的找不到屍體 然後法院定罪的案子 而且嫌犯到今天為止 聽說了 最近可能已經要假釋出 聽說了 因為關了也十幾年 九十年 現在也關了有一陣子了 申請兩次被駁回兩次 現在第三次 準備第三次 所以被駁回 但是我在想可能幾次之後 說不定真的會放出來 他到今天為止 還是矢口否認 使咬說這個案子 他絕對沒有做 而且他也在 所以為什麼第二次會判死刑 他說我真的沒有做 然後如果我被判死 你們也會死 而且態度非常的傲慢 不過以我辦案的經驗來講 今天你為什麼會跑到大陸 第二個你對關鍵的東西 你就開始就我不知道 血跡怎麼樣 你又說不知道 而且血是我親自帶隊去踩的 是在妹妹的面前所踩的 所以我非常有自信 那個血一定是歹徒作案留下來的 這是我非常肯定 因為是我帶隊去的 結果他在法庭說這是警察栽账 然後就推到我身上 但是我非常自信 所以這個案子我認為 關鍵的地方他就說我不知道 而且關鍵的地方 尤其像那個血跡 他沒有辦法做合理解釋 他就說警察栽账 還好我們採證的過程非常完整合法 而且這些血跡 他又沒有辦法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最後法官相信我們 把拼圖缺的那一塊 用自由心證的地方來補 但是這個案子 李政衛到今天他還是失口否認 不過我是覺得天理糟糟了 今天以我辦案的經驗來講 他是很特殊 找不到屍體而定案的案子 但是我在想 今天你李政衛再怎麼樣 咬屎不認 不過我想天理一定會還這個案子一個公道 即使你被假釋出來 我認為這個案子 你還是要有一個交代一個結局 好 那其實這個案子 到錄製的時候20年過去了 那張靜桓老師的遺體 都沒有辦法找到 司法或許還他一個公道了 但家屬的心20年後寬慰了 老師的爸爸還有姐姐在受訪的時候 曾經說過 最大的遺憾 就是沒辦法找到他的遺體 讓他可以入土為安 他究竟被埋在哪裡 這個疑問 最近也不斷在專案人員心中打轉著 這集的我案發現場先談到這邊 也謝謝阿善師跟蔡曉的分享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歡迎到臉書以及Instagram搜尋 我在案發現場就可以追蹤我們 掌握更多案件消息 可以跟風得我聊聊給我們建議